一連串的槍殺悲劇 為什麼會影響到即將登場的法國總統大選 乃至於可能的歐盟的未來 美國人稱讚台灣健保好 這下連台灣人自己都有點驚訝 美國人自己的健保出了什麼大問題 還有我們看看日本的鐵道迷 在上個星期一向全國的歡送活動 他們歡送了誰 各位觀眾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雲端世界 站高一點 看世界看得更清楚 台灣人可能對很多事情都有很多的批評 不過如果真要找一件 大家批評比較少 比較可能都一致滿意的 大概就是我們的健保制度 特別是當上期期 我們聽到一位美國的著名的評論家 公開的在世界性的節目中 稱讚台灣的健保制度後 我們更是感到非常的光榮 但也有些驚訝 當然更要自問我們真的有做得這麼好嗎 他是誰 他的名字叫做Farid Zakari 他是一位印度裔的美國自由派的學者 他上個星期 他在自己執筆的Time雜誌的文章 以及所主持的CNN節目中 向全世界公開的推崇 台灣的健保制度 他認為最優秀的是台灣 以極少的政府的公共支出 而達到了全民都能夠普及受賄的 一個全民健保制度 其實這番稱讚是有背景的 因為Farid Zakari 一向是美國目前歐巴馬政策的 一位長期的支持者 而歐巴馬上任之後 就一直想推行他的全民健保制度 但一直受到阻擾 到紀念大學年又成為共和黨的攻擊目標 因此 Zakari的這篇文章 基本上也是想藉由這篇文章來告訴美國人 別的國家能做的 為什麼美國人自己不能夠支持歐巴馬 所要推行的政策 當然 他認為台灣是不是真的好 國內也有學者不見得持 完全一致的看法 但至少證明台灣的健保制度 在美國人自己的眼中 比他們來得好 美國是全世界醫療最發達的國家 不過可以這樣說 美國人所享受到的醫療健保 確實實際上可能最不公平的 有錢的人 可以享受到最好的醫療照顧 沒錢的人 情況就非常的慘 尤其你沒有窮到讓政府照顧的地步 那可能你連基本的醫療健保 可能都享受不到 完全是整個的保險制度 整個的偏差 而造成很多人無法受到照顧 今天我一開始 我們就來全取兩個 他們在美國居住的台灣家庭 由他們每天的醫療支出的費用 來告訴您 在美國現行的醫療健保制度之下 當所承受的巨大負擔 你也可以了解 為什麼這麼多住在海外的台灣人 都要到台灣來接受我們的醫療健保的照顧 當然公不公平 每個人自有評價 但至少證明台灣在我們目前的健保制度之下 雖然未來的財政健全有很多的隱憂 但至少台灣人在目前全世界很多人眼光當中 我們的確享受到了一個 至少相當公平的醫療照顧制度 抱著吉他自彈自唱 海地在一旁看著女兒一臉超滿足 十四年前漢先生到美國生了三個小孩 雙型家庭家境不差 但看到這些帳單誰都動美掉 隨便一個疫苗 每一個疫苗的錢 然後再給他們拜死那一拜 幾百塊不是台幣是美金 這還只是小兒科 新生人家戶病房 他有點問題 所以就住了三個月出來 那時候三個月出來 你知道我收到第一張帳單是多少錢 我還記得 好像大約四十五萬美金 怎麼也想不到的天文數字 住院三個月等於要台幣一千四百萬 當然付不出這些錢 連討債公司都找上門 回台灣以後 去買了一堆抗生素回來 就放著 因為其實到最後我都 自己都可以當醫生了 連那些劑量你都自己會看 你都自己會 雖然網路都看得到 您可能會好奇海地沒保險嗎 在美國可沒有全民健保 只有個人保險 換句話說想要游泳保險 就跟買車一樣得自己買 保費依據年齡病時各有不同 但簡單來說分成兩個形式 一種比較便宜 看病得先找家庭醫師 每次掛號費10到25塊美金不等 藥費得另外付 必要轉診時還得請家庭醫師轉介 另一種保費貴一點的 可以直接向專科醫師掛號 省去麻煩 掛號費當然也比較貴 已經定居美國15年的李先生 一家四口的保額一個月就要 一千五百美元 雖然公司有幫他分擔 但他還得自掏腰包四百美元 還好他的職業是醫生高收入承擔得起 但這對收入相對沒有這麼高的人來說 則是一大負擔 因此美國大約有六分之一的民眾 沒有任何醫療保險 比較低收入的人 他們通常就是要這樣縮一結實 然後該看病的時候不該去看病 然後等到拖成很嚴重的時候 再去常常都已經為時太晚 美國醫師沒有拒絕病人的權利 但高收費卻常常嚇跑病人 特別是享受過台灣醫療 修個大襪的旅美民眾 利用回台探親付加看個病 似乎成了例行公事 在美國最好祈禱有一口健康牙齿 因為即使付了高昂的保險費 保障不是包山包海 牙科眼科的保費還得另外買 曾經有留學生忍著痛 飛了大半個地球回台灣 只為了看牙醫 像那個大舅馳 他已經住空了 都已經快要封我衛星組織眼了 但是他一聽到美國醫生要 charge大概美金大概兩千多 兩千五百塊左右 那他就決定還是飛回來台灣做 那我們是為他捏一把冷汗 就算加上機票錢 台灣看病還是比美國划算 醫生舉例一個根管治療在美國 要一千美元相當三萬台幣 罰至只約兩萬四 而台灣卻只受掛號費部分負擔 幾百塊而已 難怪每次遇到寒暑假 不少留學生回台灣 重視要到牙科跟艷科報道 2002年一部震撼人心的電影 無助的夫妻為了救換新兒 需要三萬美元醫藥費 被逼到破產了還是得不到任何援助 最後封鎖醫院 俠持人質最後一搏 你可能無法想像 美國這樣醫療先進的國家 申請破產的民眾 有一半竟然都跟醫療支出有關 政府的供應保險只針對老人跟窮人 換句話說不夠老不夠窮 生病就只能自求多福 這樣現實的醫療環境 台灣健保強制全民納保的制度 就成了老美眼中的一個希望 台灣的決定是 他們決定去找一個單位保護 但有一個公司的公司 醫療是公司的 醫療是公司的 但是你只有一些 基本上是政府的贊助 但他們只花了7% 的經濟貨物 我們花了17% 有線電視CNN主持人 在研究各國健保制度後 讚揚台灣健保 認為美國應該學 英雄所見略同的還有他 諾貝爾經濟學長得主 克魯曼7年前在一篇文章中 特別舉台灣健保當例子 還說台灣健保是全球最好 但回過頭想想 身為使用者的我們 也認為全民健保 真的是個寶嗎 一九九四年台灣健保上路 潮不停的藥價黑洞 醫療資源浪費 財務虧損頻傳 白色鋸塔成了血汗醫院 撇開名人專家 吹捧的漂亮數字 往骨子裡看 健保問題是一個個浮出檯面 不論美國或是台灣 醫療保險恐怕沒有一個 撐得上真正完美 美國有可能有一天仿效台灣的健保制度嗎 機會非常渺茫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在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年 這項健保政策 勢必成為兩黨爭議的焦點 今年在歐洲的法國也是總統大選年 總統Sacozzi正在努力爭取連任 不過他的聲望一直落後 沒想到這幾天突然有了重大的改變 而理由而且挽救他的竟然是一連串的 凶殺的悲慘悲劇 這件凶殺案在過去幾天也登上了世界新聞的頭版 有一名23歲的年輕人可能受到了 凱塔恐怖組織的影響 竟然以槍殺來正義他自己的政治信仰 他先槍殺了三名軍人 接著後來又槍殺了三名學童 還有一名猶太教的神智人員 瘋狂的行凶之際自己還帶著一個錄影機 把整個過程都錄下來 可以知道這個人真是神智混亂 不過整個的凶殺案震驚了法國 也因此讓法國民眾重新注意到 他們國內的一些種族相處的嚴重問題 而最後這名凶手被法國警方困在一棟樓裡面 當時三名軍人的葬禮正在進行 法國原本希望當時同時活捉他 也同時向民眾給一個交代 但沒想到整個的棄捕過程 最後卻僵持了長達32個小時 法國內政部長全程坐鎮 但最後這名歹徒還是在跳樓的時候 被法國警方擊斃 當然整個過程 為什麼最後先是希望能夠活住他 最後又把他打死 引起法國民眾的爭議 但是等下接下來你看到這篇報道 你看到整個的棄凶過程 充滿了政治的算計 而法國總統更是親自坐鎮 來整個指揮整個全部的部署 而這名兇嫌的落網 事實上為什麼能夠把他的聲望提高 而讓其他兩個候選人 只能看著整個的政局發展的變化呢 其實這一切來講的 兇殺的悲劇促使了法國人 重新重視到 治安跟內政問題的重要 而這時候作為一名總統者 他最好的就是利用他的政治領導力 把整個社會的焦點集中在 他一個人的領導人身上 而Sarkozy的政治智慧果然看到 在這場流血的悲劇當中 他發揮了一個穩定的 鎮靜領導者的角色 團結了法國人民 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聲望 當然兇手最後被打死了 不過看來這場選舉 對他來講至少眼前 他又扳回了一城 對他來講 槍殺四名猶太師生 以及三名士兵的梅拉 法國當地時間 21號清晨 在這棟五層樓民宅 遭三百名武裝警察 團團包圍 為了活捉他 法國警方撤離附近居民 斷水斷電 與躲在二樓的梅拉 展開長達31小時的對峙 由於梅拉持有強大火力 擔心他裝了炸彈傷及無辜 警方從黑夜等到白天 還找來他的母親 企圖對他動之以情 大批法國精英鎮報部隊 被談判專家 軟硬監視 對他沒轍 雙方多次搏火 媒體被阻擋在一條街外 幹著急 然而攻堅終究得落幕 與警方對峙了31小時 梅拉主動攻擊 朝警方連開30槍 正當他企圖跳窗時 遭警方開槍打中頭部 倒臥 命喪在陽台 屍體隨後被移走 年僅23歲的梅拉 下場淒慘 然而她殺人手段 實在令人罰指 正當學生上學之際 梅拉從亞馬哈500cc機車下車後 兩手牽著兒子的30歲老師 桑德勒三人 立刻成了她的槍下亡魂 接著她一把抓住校長 七歲女兒的頭髮 並朝她頭部開槍 當場奪走四條人命 瘋狂掃射中 另一名17歲少年 重擔命危 目擊者表示 梅拉在胸前綁了錄影機 似乎要錄下她的惡行 現場彈空觸目驚心 天使般的孩童 成了惡魔行凶目標 淨掉加速爭絆 就才驚覺 梅拉預謀惡行 不僅於死 她要震驚社會 3月11號 她就在圖魯斯 透過網路以購買機車為由 又殺一名散兵中士 而她電腦IP位置 也成了警方找到她的關鍵 4天後 三名正在圖魯斯附近 蒙托邦一家購物店外 ATM等著領錢的阿兵哥 同樣遭到她從頭部開槍 兩死一重傷 只是國際媒體沒有發覺嚴重性 直到相隔4天 梅拉找上孩童下手 終於發現事情大條了 梅拉聲稱 攻擊猶太人 是為了替巴勒斯坦兒童報仇 殺害法國士兵 是要讓法國駐阿富汗4000名士兵的 惡行付出代價 這次是從頭部開槍的 侍應對盟 被拒絕了 被拒絕了 在兩次遇上 現在 那是這部分 是一致的 短暫的計畫 去尋找尋射 免射 並且尋找到殺技 還是 是他的忍受 從免射 所在的運動 的疾病 但是這不明顯 我確實會是 這會被拒絕的警察官員 在接下來的星期 媒體發現 飆車甩尾 PO上網的 正是年輕的梅拉 淨調事後證實 梅拉三起行凶 都用錄影機錄下了惡行 原本還準備PO上網去 情報單位同時坦誠 梅拉自稱隸屬基地的聖戰市組織 早在今年初 就被鎖定封鎖 因為這個組織在網站上 開宗明義表示 要攻擊包括美國人 猶太人 以及法國士兵 指示梅拉 臣赴巴基斯坦 以及阿富汗受訓 2007年在阿富汗 企圖製造炸彈 攻擊美軍 遭到判刑 直到2008年 被接近組織 攻進監獄 營救出來 還被美國情報單位 列入飛航黑